持續帶你來關注這個山土耳颱風 在台南這邊目前的狀況 入夜之後台南的風雨雖然是有增加 但是呢可以看到現在其實是沒有下雨 但是風還是一陣一陣的吹過來 但是民眾在家房台已經放了兩天假了 明天還要繼續放颱風假 真的睡不著怎麼辦 帶來找樂子 像是夜生活開始還起來了 像是我們來到這個酒吧這邊 平日啊老闆說雖然說今天是平日 外面街道沒什麼人 但是裡面其實人對他們來講 營業還算是蠻多的 來帶你聽一段稍早訪問 以平日來講的話就是現在外面其實沒有什麼人 那我們店裡面的客人這樣算蠻不錯的 那因為台南已經連放明天要連放第三天了 但我們總沒有想說要放颱風假 嗯賺錢啊 我們店裡客人很多次來聯合兩天 然後明天還會可能再過來 就是跟你們分享說可能晚上還是哪邊 都沒有地方去嗎 嗯當然我們自己在外面走也是啊 就是外面開的變相對少一點 所以可能大家平常台南晚上就比較沒有地方去了 好 那台風假就出來放鬆一下 好可以聽到剛剛夜姐是說啊 有客人呢已經連來兩天了 因為明天呢台南這邊還是繼續放颱風假的 因為啊目前山脫羅颱風受到這個安行場的環境風場的關係呢 他們目前還沒有登陸 預估啊是明天清晨才會登陸到台灣的南部這邊 但是氣象署也提醒說 雖然說這個山脫羅颱風呢 這個強度已經慢慢的在減弱當中 但他結構呢可能還是具有破壞性的 因此呢提醒民眾 如果晚上呢要出門 享受你的夜生活 或者是要出門做辦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話 這個致災性的強風大雨還是要預防性的做好準備